这个时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这个PBuffer 上一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PBuffer给它画出来了 画了之后呢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绘制的这个效果 它是对呢 还是不对 怎么办呢 我们就验证 那么我们在验证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在我的这个绘制里面 我先把这些去掉 如果把这句话去掉 我们加一个什么呢 叫MigCurrent 这个呢 是针对我们当前这个对象的啊 增加的这么一个函数 F12 这是针对我们既然上下文的 我这里增加了一个叫MigCurrent 就 告诉他 我们用主OpenGar上下文 然后下面的绘制呢 就是针对我们 把这个租掉 这个绘制呢 我们看一下绘制的效果是什么啊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在没有用PBuffer的 所画的一个效果 那么就是画了立方体 上面贴的图 然后因为每个顶点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这个矩形呢 上面这个图片就跟我们的颜色做了一个混合 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没有启动深度缓冲区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用PBuffer绘制的时候 它在后台画出来的结果跟这是一模一样的 正常来讲是跟着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那我们怎么验证它呢 大家看啊 首先我把PBuffer 那个Cardent以后 这样 这个绘制就针对谁的呢 针对我们PBuffer的 到这为止啊 到这为止 这就在PBuffer绘制 PBuffer绘制完了之后 我们最终它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缓冲区一幅图片 一幅画面 这样来理解它 那么我怎么样验证它呢 我只有把这张图片再给它画出来 看一看对不对 这样就达到了验证的一个效果 那么怎么样能把它形成一张图片 再画出来验证一下呢 很简单 那么大家看 我设计了这个函数叫RendCube 函数里面呢 有一个纹理 传了一个参数叫纹理 每次我画这个立方体的时候 就用我指定的这张纹理 来贴到我们这个立方体上 那当我在用这个PBuffer绘制的时候 那么我给了这张纹理 这张纹理是谁呢 就是在我创建的时候 加在的一张纹理对象 在这 那么当我 在PBuffer绘完以后 我想把PBuffer的内容再 干什么呢 把它变成一张纹理 那么我就要创建一张纹理 大家看这个 我又创建了一个纹理 这个纹理呢 改个名字吧 叫Dynamic 这个呢纹理的大小跟我们PBuffer的大小一模一样 这样吧 这里面有宽 高 比如说这叫640 高480 这样 这样的话我就创建了一个纹理 这个纹理呢 目的是干什么呢 把我们PBuffer里的内容 给它存到这个纹理里去 然后我再绘制的时候 就用这个纹理来贴到我们的立方体上 看一看效果 设计的目的是这样 好 那我们先看绘制 绘制的时候 在这之前 就用PBuffer切换到PBuffer上 然后下面的指令 都是针对PBuffer PBuffer画完以后 怎么办呢 调用这样一个函数 叫Bean的Texture 接着Text2D 这叫Dynamic 绑定这个 绑定这个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操作呢 接着CopyTextSubImage2D 注意看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干什么呢 CopyTextSubImage2D 就是把我们当前 绘制出来的PBuffer的内容 拷贝到我们的文理当中 形成的文理数据 那么看 SubText2D 这个是什么呢 参数Level0 这个是OffsetOffset0 这两个呢 我们看看这两个参数啊 这两个应该是从PBuffer的什么位置上开始考 看一下 Offset应该是从PBuffer的什么位置上开始考 比如说 我们从PBuffer整个考 那这全00 这个Offset应该是指谁的呢 前面 前面应该是指的PBuffer 后面是指的图片 指的文理上的大小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呢 也是从00开始考 然后宽高 有了 有了这些数据 当我们执行了这条指令以后 那么这个动作呢 是在显卡当中完成 那么他就把我们PBuffer的内容 拷贝到我文理当中 这个文理上就有内容了 就跟我PBuffer一模一样 那么接下来我再绘制 MegCurrent MegCurrent是用 用谁呢 用当前的 这个 Open加对象 就主Open加对象 然后再进行绘制 再绘制的时候 我这个文理用谁呢 用动态产生的这张文理来绘 这个就会把数据 画到我的窗口上 那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六个面 是不是都贴上了 那么这样呢 还是看不清楚 怎么办呢 我们让 这个地方得转起来 那么我们还要 给他一个参数 Puffer Root IfRoot JRRotate 让他转动起来 是吧 Static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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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呢 同时呢 在这里面 我干什么 Anyball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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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立方体动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深度测试给它打开 一样的黑力包吧 这就看着不论清 里面也有外面也有 大家就这样看一下 实际上是里面有个立方体在转 外面还有个立方体在转 就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我还是让它不转也好 对吧 这样的话 大家看下可能更清楚一点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PBuffer的一个验证 当窗口不显示的时候 它也可以进行绘制 那么我们把它叫离频渲染 后台绘制都可以 它专业术语叫离频渲染 就离开屏幕还能够进行渲染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PBuffer 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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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